眼前突发黑蒙 警惕 警动脉 狭窄 堵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不仅是中老年朋友会出现 现在年轻人更多的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蹲久了 坐久了 突然的站起来 眼前会一黑 看不清楚了 数秒钟之后又恢复了 这种情况下在医学上是称作一过性黑蒙 引起一过性黑蒙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是偶尔出现就不用担心啊 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频繁发作 甚至走路休息的时候也会出现 就要警惕是否有颈动脉的狭窄堵塞 颈动脉是供应脑部血流主要的通道 眼动脉作为颈动脉的第一分支 对颈动脉的硬化狭窄缺血是最敏感的 所以一过性的黑蒙 可以看作是脑促中最早的警报信号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 很可能就发展为颈动脉的阻塞 引发脑梗 就这种现象为什么说年轻人也有呢 我的一个患者真的很年轻 三十多岁 他骑车的过程中啊 出现过一次这样的一过性黑蒙 都倒地下了 但是他没注意 他以为是正常现象的 之后的半年时间发生了脑梗 那在这之间呢 肯定有多次的出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样一过性的黑蒙 如果你或者你家人经常出现这种眼前黑蒙的症状 就要及时的前往医院 排查是不是颈动脉的斑块问题 尽快的干预 尽快处理 这就是这种眼前黑蒙的症状